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足世界杯 女足世界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15点钟已经是正式拉开了序幕 当然中国队的比赛可能要晚一些 将会在7月22号才会迎来我们的首个对手丹麦队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丹麦队的实力跟中国队处于伯仲之间 考虑到在这个小组当中还有实力非常强大的欧洲冠军英格兰队 所以说与丹麦队的这场比赛绝对是中国女足的出现关键之战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女足在这场与丹麦队的比赛当中输球的话 小组出现基本上就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性了 那么在肩膜战当中 新西兰队是有些意外的1比0击败了挪威队 挪威队曾经是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双料冠军 尽管说金飞西比早就没有了当日的辉煌 但是实力也是远在新西兰队之上的 新西兰队此前数次参加世界杯 从来没有在决赛圈的比赛当中取得过任何一场胜利 这是他们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 来的也是非常难得 而且新西兰队中还有不少业余球员 很多球员都是在校大学生大三大四在读的学生 能够在世界杯上创造这样的奇迹 也是让整个新西兰为之沸腾 我们看到肩膜战现场是来了非常多的观众 都在给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 不过在肩膜市开战前的12个小时 在肩膜战比赛的城市 新西兰的首都奥克兰却发生了一件噩耗 那么在北京时间早上的十点钟左右的时间 那么奥克兰是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枪击案 算上枪手在内 总共有三人在这次枪击案中报名当场 可以说也是让所有的球迷 包括关注女足世界杯的各国人士 非常的担忧 担忧新西兰队能否去举办一件很好的世界杯 同时的话中国球迷也对于中国对在澳大利亚 在新西兰的这个安全产生了怀疑 因为澳大利亚其实也是属于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 跟美国不同的是这里的种族歧视并不是针对于黑人的 其实黑人的种族歧视相对少一些 针对亚裔和穆斯林族的歧视 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发生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赛前的话也是有不少的球迷提出了担心 在澳大利亚举行比赛 我们的球员在场外安全能不能够得到保证 会不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运动员的发挥 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人身安全 虽然说参加比赛拿到好的成绩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比成绩更重要的是球员们的健康 能够安全圈的回到祖国 那现在新西兰又爆发了这样的一个枪击案 甚至有三人毙命的消息发生 的确是引起了球迷的担心 不过奥克兰的市长表示 这一次的事件绝对不会影响到开幕式的正常进行 他也没有誓言 开幕式和揭幕战都是在原定的时间内顺利举行 并且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并且东道普新西兰队在揭幕战当中 还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 那我们也希望无论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 都能够安安全全的举办好本届世界杯 其实通过现场的氛围 包括比赛场地转播画面来看 这一届世界杯做的这个努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说这些安全问题毁坏了这些世界杯的话 那对于女足世界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你现在来说我很红的 这世质和激任何状态 说究竟然是3 001 感谢观看